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 这是学校的图书室 如今已经废弃 原来的校园 如今已经成为一座荒废的院落 据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 就是诞生在这座院落里 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 农历正月23 是李世民诞辰1423周年纪念日 同往年一样 周边六社十三村的民众 将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 百年青 金录炎 十六提是 完美 达 千 Ronaldo 金录炎 宗 神 不 大家好 本期视频 我们来实地探访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 李世民诞生地 这里位于陕西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腹地 在旧时隶属于咸阳市武宫县 现在隶属于杨陵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师范区 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师范区 由国家19个部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建设 扎根在这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既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又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根据史记周本记的记载 4000多年前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始祖后继 就是在这一带教民驾塞 数亿五谷 可以说 这里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在距离杨陵北面十多公里的武宫镇 有一处全国唯一的古农业名胜古迹 名曰教驾台 这里曾经是后继教授农耕文化的场地 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在杨陵示范区城区的西北方向不远处 长眠着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 这就是又一次统一中国的隋文帝阳间 隋文帝是对唐太宗以及大唐王朝有着直接影响的人 可以这样说 隋文帝奠定了开放包容的隋唐格局和基础 而唐太宗则是将隋唐进一步推向了大唐盛世 两个人也曾在同一时空下有过交集 隋文帝阳间下葬在这里的时候 出生在这里不远处的李世民已经五岁 这里是阳陵示范区城区的东南角 下面的这条高速公路 是全国两纵两横高速的横向主骨架之一 从江苏连云港到新疆霍尔果斯的G30 这一段在当地称之为西宝高速 连接着陕西关中西安和宝基两座城市 这是高速公路的阳陵东收费站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诞生在位于这里的武宫旧宅 也就是后来的庆善宫 再后来的恩义寺 今天是2022年农历正月23 是李世民诞辰1423周年纪念日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 每年的这一天 这里都有盛大的鼓会和祭祀活动 周边六社十三村的民众汇聚而来 耍社伙 唱大戏 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人山人海 大家刚才看到的只是热身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这些锣鼓的节奏及韵律 据说是从唐朝李世民时期的 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 沿袭流传下来 大家不妨来仔细鉴赏一下 这很有可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战鼓一韵和圣唐一风 现在我我们看到的 我们一定有关习的 我们的据人 喜欢用人的据人 我们的据人 留在解决尼 我们应该有关乱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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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如想一 谈演又是新年到 新年到 尊重的新年都热闹 大街小巷放鞭炮 人一起上家 人一起 小妹 啊 第三个女孩 这边刘三个女孩 SW的群像 抢了五 I G B B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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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会前后持续三天 路边的摊位绵延超过一公里 一眼看不到头 N14古会如今已被批准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N14管委会还为信众们准备了斋饭 这里还设置了与非移数字文化广场相结合的文化墙 阳陵区文化协会的陈让民会长 在为大家进行义务讲解 来看这位老叔 最经典的关中老汉形象 今年已经八十有一 这两位老叔都已经年过八旬 还能回忆起当年这里的历史遗迹 这片院落的所在地 在隋朝时被称作武宫旧宅 又称武宫别馆 是朝廷赐给李渊的封地别宫 李世民就诞生在这里 后来成为唐高祖的李渊 在武德六年时对这里进行了重建 并改名为庆善宫 再后来一直到康熙四十年 这里又进行了第七次重修和扩建 更名为恩义寺 根据旧唐书 新唐史 册府原规 武功限制等文献资料记载 李世民后来曾经四次重返这里 并留下五首诗词 公元630年11月10日 第一次回来时 曾赴诗一首 过武宫旧宅 公元632年11月16日 李世民第三次回到这里 宴请当地官员赏赐乡礼百姓 并写下诗词 姓武功庆善功 在解放初期 这里被改建成为一所小学 武功县二区二丸小 后来又成为建子沟中学 2007年 周边民众和各方人士集资 在寺院原址东面200米处 进行了第八次重建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恩义寺 如今建子沟中学已经搬离 历史寺院原址这里 成为一座荒芜的闲置院落 院落中间的空地上 残留着唯一的一处地面标志遗存 好 如今 只能通过李世民当时所赴诗词 《过武功旧宅》中的描述 凭借想象 在脑海中来浮现他当年回到这里时的景象 一朝此此地四海逐为家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点赞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